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跟婆婆今天 并分两路去拿菜 我拿芹菜 她去拿菜行 然后我们今天又要去卖菜了 这个马蹄呢 上次老板送过来太早了 时间还没到时间动植 我也想把它拿去卖掉蒜 很脏 那就洗了好慢一点 直接拿到河里那边去洗吧 我现在就用来洗了 我将它浸泡 Cai 冰箱 用来洗? 至少 2次 三次 三次 3次 三次 三次 4次 3次 1次 4次 5次 拿了洗漤卖了 哎呀 阿伯爹到时候拿这个去种 不解种就是没有收获 朋友们有没有好的意见 用哪一种马蹄种可以种出马蹄 欢迎大家留言啊 我们到局势上了 你买菜啊 买点新鲜的菜 找个好位置 你还买菜啊 咱们吃了菜 我们店鱼的菜 都要吃了 是不是 没问题 你吃了 我吃的 我吃了 喝了 我吃了 那我吃了 那我吃了 我吃了 我就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车子 我们拿刀来,你自己干啰 你咬一口,我咬一口 我嫌你一点买了,因为不能多动 很简单,好简单啊 姐姐来买菜,他帮忙 大姐先吃早餐吗 问一下姐姐吃没有 那我们吃吧 没事 那个是原菜的 那我吃原菜的 你吃其他的 吃饭最重要 其实像菜太多了 一块钱一斤买 天呐 买上来 这叫农民怎么活呀 这个葱啊香菜啊 这叫农民人 吃饭 吃饭 我买了 老板 老板 多快啊 这么袋一袋只六块钱 好便宜啊 这一块五都说一块 这是谁啊 我老公啊 好带一带菜也是两块 这个这个姐姐五毛钱一斤全部给批发走了 这个菜太便宜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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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到你 没有看到我看到你 哈喽 你还买得太多钱 哈喽 哈喽 我刚刚买一斤 那个男人想你的自己 那四十块钱 四十块钱啊 是八十斤 那么多菜八十斤 哈喽 那农民真的不容易 所以啊冬天那个下雪的时候我来卖还是对的 不过那时候涨不快啊 我给你好就和和的涨了 啊 我给老板去发财了 哈哈哈 他老板去发财了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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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逛提示去了 你去吧,你去看那个鱼苗 我们旅餐搞好,你要放鱼苗下去了 好吧 快点开啊 真的天气暖和了好多人哦 哇,你们看这边都是卖鸡卖鸭的 都是家里面自己养的 土鸡土鸭 这边都是卖小鱼苗的 小炒鱼 哇,这么多 哇,这个小驴好漂亮哦 都是稻花鱼 过两天我们把鱼塘修好了 就过来买一点 这个应该是那个 这边是游池桥有鱼仔的鱼 那路好大 老板哪里去了 哇,这什么鱼 哦,一定不是 猫是你的鱼子 那鱼子吗 那鱼子吗 那鱼子 那鱼子,你看看 哇,好多果苗,素苗 但是家里没有地种了 要不然也买几头回家种 老板娘 你在卖啥呢 什么花 看一下 蓝花 解梦花 解梦花 哪个解梦花 这个 这个解梦花 这解梦花 可以当药材可以当工程啊 可以 没有地方供了 哇,这边都是苗木一条街 杨梅树 这么多杨梅树 那鱼子 什么情况呢 你看 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太多菜了 后面陆陆续续来 来的好多菜 我看到了 马大街都是青菜太台 我告诉你卖完了 没吃几个钱 是啊 但是也要卖啊 尤其还要吃不了那么多 对啊 快到时间就要给怡婷做饭了吧 要到十点多了 那你等一下先回去 到时候再来接我 先去给怡婷送饭再来接我 嗯 已经把饭送给怡婷了 现在我去看香辣姐 卖的怎么样了 那姐 还有一点没卖吗 这个香辣一把都没卖 哈哈 葱呢这样扎成小把 一块钱一把 还卖了一些 还剩芹菜 还有马蹄 马蹄我们就拿回家去 打成姜 做那个马蹄糕给孩子们吃算了 嗯 然后 这个芹菜 我刚刚姐姐已经回去了 她说下午还要来卖一下 就到时候一起拿给她来卖好了 好吧 那我们先回去吧 先回去 葱就做饺子 再把药炒菜 哈哈哈 安排完毕回家了 这杯 要猪个贝物了 咱妈给 一张那你买两张了 两张你那么多买了 刚才我卖了多少钱呢 全部是零钱 这里还要除掉几十块钱 我拿去的零钱 啊 这我几块钱一斤了 不然我乖是一块 那你小 在哪里吗 这个要交菜要数一下钱 加麻了吧 你再过来吧 算了,你再给你带 你再给你带 本来是一块 哈哈哈 你再给你带 我再给你带 你再给你带 那你再给你带 那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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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说算了 她用来买完成的菜啊 什么的就好了 不要给她了 哦 那我们这集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集再见 拜拜